下面我们再说说线程词 大家知道了就是线程了 它在加上里面很方便 6一个thread然后start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 可以有大量的这个线程 那是不是线程越多 计算机运行越快了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到线程 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些独立的 这些任务让它呢 并发的能够同时运行 但是呢 每开一个线程对象 那系统呢 就要为这个线程的建很多的 比如说环境 建这些相应的机制 所以这样的话 它实际上线程的开销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线程越多 程序运行越快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那我们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使用线程词 线程词呢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我们同时开好多线程 这个线程呢 我们用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线程 那它在执行一些任务 这个线程对象 我们下次呢 如果再有别的任务 这个线程对象呢 并没有消费掉 然后呢 下次新的任务 还是用这个线程去执行 那么我们开一系列的一定数量的这个线程放到那里 这个呢 就成为线程词 所以线程词相关的也有很多的类 比如说Executor Series这种结口 还有呢 它的实现一个类 Series Poor Executor这个类 另外呢 它还有Executor式这个工具类 我们很方便的用 那最常见的一个用法呢 就是用Executor式的一个static方法 叫New Catched Thread Pool 创建这样一个线程词 这个线程词呢 然后用Execute的方法来执行 当然执行的也是一个run label 也就是run方法 所以这个Executor呢 它来执行别的这个事情 那么很多的事情呢 都可以交给这样一个线程词来执行 我们下面看看这个例子 请看这里有一系列的run label对象 它的任务呢 就是做一系列run方法里面 做一系列的事情 这里呢 就是显示一些数字 然后这些线程 我们并不需要呢 假设有很多线程的话 我们并不需要呢 同时开那么多线程 那我们可以呢 用一个线程词 这个线程词呢 就是New Catched Thread Pool 创建一个系统默认的一个线程词 这个线程词呢 然后我们把这些任务交给它就可以了 Execute的这个run label Execute的这个run label 或者Execute的另一个run label 然后如果这个线程词这些任务都执行完了 我们可以pull.shat down 所以线程词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多个线程 共用一定数量的线程 而不用 假设我们有一千个任务 那我们并不需要开一千个线程 这就是线程词的一个好处 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编程里面呢 经常用到的 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Timer 这个Timer有两个Timer 一个是呢 Java.UTL.Timer 这个是在工具类里头 它是这个Timer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计时器 实际上呢 就是重复每隔一定时间 就重复做某件事情 这是一个就是普通的Timer 另外呢 在这个界面里头 JavaX.Swin里面 也有一个Timer类 这个呢 它也是重复执行的 每隔一定时间重复执行的任务 这两个类呢 用起来也是特别方便 当然它底层呢 实际上它是用一个线程 并成一个线程呢 是循环的 执行一定的任务 我们下面看看这个代码 请看这里 这里呢 有一个Timer对象 这个Timer对象呢 它用了一个Schedule Schedule 这么一个就是 每隔一定的时间执行的任务 这个任务呢 是一个MyTask 是一个TimerTask 这样的一个对象 里面呢 也有一个Run方法 那每隔一定的时间 执行一个任务 当然这里呢 我们是每隔一定的时间来显示一下当前时间 我们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每隔一秒钟 重复的执行 但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没有明显的写出一个线程 但实际上底层呢 就是一个线程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用在Swing里面的Timer内 这里面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界面对象 然后呢 我们留一个Timer 这个Timer呢 给一个时间间隔 比如说这是1000毫秒 也就是一秒钟 然后呢 里面需要一个执行的一个任务 这个是AxionPerformer的 这里呢 我们那么大写呢 就更方便 就是一个参数E 然后这里没有用到 然后一个箭头 然后执行的语句呢 是SetTitle 也就是说 把这个窗口的标题 置为当前的时间 然后用Timer.start 就开始执行了 当然这底下底层呢 它也是用线程来实现 我们运行一下 请看这里 那这里呢 这个Timer每隔一定的时间呢 就执行任务 现在的任务呢 是显示当前的时间 到这个标题上面 可见呢 这个Timer用起来 还是很方便 我们在使用线程呢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使用变量的时候 要注意原子变量 使用机后呢 要用并发的机后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 也特别重要 就是在线程里面 如果要更新图形化的界面的话 就需要调用一个特殊的方法 swingutils.invokelator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呢 界面里面 它要显示 比如说要改变标签上面的文本啊 比如说要画图啊 等等 所有的做这些界面相关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都需要在图形化界面 它统一的去处理 否则的话 那么你在另一个线程去处理 这个跟界面的显示 它有可能就不同步 就会造成混乱 所以呢 从GDK 实际上从1.2开始以后呢 它都要求 不能够直接在一个线程里面去更新这个界面 我们就需要用swingutilities.invokelator 这里面也要跟一个run label对象 也就是个run方法了 所以当然它用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不过要注意这个 用swingutilities.invokelator 来做一些界面的这个更新 最常见的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然后呢 它里面做一些任务 比如说下载 我们下载完了 想通知这个界面 想在界面上显示说 下载已经完成 显示了一个标签 那么你不能在那个线程里面 写一条语句 就是说设题 设题什么什么text 那不能这么做 必须把它放到一个invokelator里面去 我们还是把前面 我们举个的这个例子 再打开看一下 请看这个例子呢 我们有很多线程 这些线程呢 它都要更新界面 当然现在的界面呢 是在界面上画图了 那我们做的时候 这个调用画图 是在线程里调用的 是在线程里调用的 我们就要swingutilities.invokelator 然后这是一个run label 对象 我这里呢 用那么大表示 也就是不带参数 然后一个箭头 然后这里面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这么写 不能直接写到这个线程里头 这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些任务呢 都要交给swing主线程 它来统一的去执行 我们这些界面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